欢迎订阅,今天圣经金句是《圣神也给我们作证》 来自希伯来书的10章15节 为什么说圣神也为我们作证呢? 因为这里在上下文里有另一位作证的 就是耶稣基督,他为天父对我们的慈爱作见证 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想用旧约去证明耶稣是大师祭 他一直说到这里,不单止这样 而且圣神,即是存在于圣父和圣子之间的爱情之神 也来到我们的心中,给我们这份体会 以至为我们作证,说出天主的确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祂的子女,这份体会是真确的 我想起一个故事,在山头上 忽然有一只野兔经过,走得很快地走了 一只猎犬看到这只野兔 猎犬见野兔,当然是马上追过去 跑得很快,叫了,吠了 追着这个野兔 其他猎犬看到第一只猎犬走去,当然是追着 什么事,什么事,狗地聊天 就说,你看到野兔,这个方向快点跟着来 就追了,一直追过去 但是这个野兔走得很快,走了几个山头都未追到 其他的猎犬有些人说,是不是的 为什么追那么久也追不到 是的,是的,快点来吧 就是第一只的感觉 再走几个山头之后 其他的猎犬有一只一只都放弃了 因为他们都追不到,看不到野兔的蹤影 到最后只有一只猎犬追到那只野兔捉住他 是哪一只? 就是见到野兔的那只猎犬 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我们要经验这个圣神 圣神就是天主的爱 在我们内心里面 会使我们体会到 我们是天父的子女 圣神也给我们作证 希伯来书10章15节